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春晚的那个视频 它的像素特别的低 知道吗 特别模糊 特别不清楚 就有点像回到90年代那种感觉 我以为是正常 就是我以为好吧 我特别远 我在国外 而且中间还隔着一个防火墙 可能同时有很多人要访问就是这个爱奇艺 要看春晚 所以说他只能给我提供一个小的一个版本 很正常 对吧 不正常 其实爱奇艺 他自己放的那些广告 什么猛牛啊 那种广告 清楚得很 知道吗 HD 我用电视机看的 非常大 特别清楚 知道吗 我在想 嗯 原来是这样 说到这个春晚本身 我先说一点好的吧 就是首先那些广告 那些CCTV 他们自己拍的那些感人的那些广告 那些什么小伙子回老家 要跟 嗯 不知道 爸爸妈妈过年啊 或者啥 或者是小美女回老家 或者啥 那些广告 我真心觉得拍的不错 我觉得CCTV他们他们会拍 然后就是我的感觉是 他在学可可可乐公司 不是每年生诞的时候 可可可乐他们都会给我们看一些那种 呃 美国的那种suburbia的那种 那种幸福的那种短片嘛 就是各种一家人一起喝的可可可乐 红色的那个瓶子 不是跟过年一样的吗 那种颜色红色 然后晒他们的幸福的那种感觉 然后每一次都是我看的时候 我会觉得我不想被你感动 但是呢 看完了还是会觉得 嗯 家庭温暖还是挺好看的 对吧 中国的那些广告呢 有一个特点总是好像人家 比如说人家小伙子 从城里回到乡下 那个乡下 我个人的感觉 大部分是北方的 而且特别的穷 是那种 中国人会说那种朴素 那种感觉 对吧 就是乡下呀 没钱啊 但是人还是特别好 然后那个四后院门口 整着一个老爷爷 然后特别感人 我就觉得这个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一种怀旧吗 就是可能很多人 确实有这种怀旧的感觉 就觉得过去的时候是穷 但是那个时候 确实大家都是兄弟姐妹 是那种感觉吗 还是是你CCTV的观众的多数 大多数人都是乡下的 你就可能像有点讨厚他们 还是是真的有那么多人 从那些公寓 从那些高楼大厦回到那种房子 我就不知道 我就觉得有点奇怪 这是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 我觉得好的 有一些表演 我真心觉得不错 就是有一些 尤其是一些舞蹈 或者是一些体操 或者啥 我不是很喜欢那种 有一些人他可能会说 这个春晚简直是垃圾 所有那些人都是SB或者啥 我不喜欢那样说 知道吗 因为我觉得 首先 有很多小孩会参加春晚 他们就是小孩 他们不懂什么政治含义 或者啥 对他们来说是玩 是好玩 我觉得你这样骂 也有点不太对吧 知道吧 而且很多那些跳舞的 或者啥 他的那些表演 没有什么政治含义 而且本身也不难看 我昨天也看到了 一个什么小伙子在那跳 我觉得挺好的 去年不是有杨丽萍吗 真的好得不得了 我真的很喜欢看 我觉得春晚 他不是整个节目都难看 而是他的一些部分 确实很难看 但是也有一些好的东西 那些我不想骂 我觉得对那些 在那跳舞的人 或者啥 这些都是一个机会 我可以理解他们要上春晚 还有一个好的 我不是昨天发了一张照片 说那个人是谁吗 大家说是叫谭伟伟 我真心觉得他的表演很不错 就是他不是唱歌吗 带着一些老头 带着一些 就是那些老头 好像是中国人用古代 或者是传统人用乐器 还有一些 还有一个小老外 还有一些摇杆 然后那个谭小姐 我觉得他的表演真的很给力 是那种 让我觉得很自信的那种 那种 我对女权主义的那种期望 他都达到了 知道吗 就是他自己是老大 这个是他的乐队 他组织的 他控制的 他厚住整个场面 他没有什么那种 中国的那种 你往往在电视上看到那种 特别脆弱的那种小美女的那种感觉 而是他穿着牛仔裤 然后他会动 他特别活泼 他唱的也很好听 对吧 他的那种音乐 我说实话呀 我可能不会想天天听或者啥 我也没有觉得特别烂或者啥 但是我觉得最起码那个谭小姐 他真的是那种很自信的 让我觉得可以的那种艺术家 反过来 那些主持人呢 春晚的那些主持人 就是那些女的 要么是那种阿姨范 那种新闻联播 头发那么大的那种阿姨 长得有点吓人的那种 有点那种 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那种笑容也特别假 我就觉得恐怖 还有一种是那种年轻小美女 一个不一个假 她的那个鼻子特别特别的稀 她的那个下巴特别尖 她的年轻特别大 我就觉得有必要吗 你 就是你二十出头 你还不知道三十岁或者啥 也无论你有多大 但是你 你这样整容也太过分了吧 就是甚至难看 就是难看 就是 我觉得 你自己想那样 我不会说你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爱好或者啥 但是呢 你像春晚 没有想过吗 有那么多小姑娘看那个节目 我会觉得 哇 这个是一种生命标准 我也有那样 上次我去北京的时候 是去年五月份的时候 整个地铁 满着广告 各种整容的那种广告 我就觉得特别吓人 知道吗 就是我觉得 你们中国本身是一个难看的民族吗 根本不是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 长得太矮不好 长得太黑不好 双眼皮肤好啊 鼻子太宽了 或者怎么样吗 我觉得 人 这个是我心里的话 人需要的是 气质 这是第一 第二是 你可以打扮 你可以 把自己弄得漂亮 你不一定要动手术 如果说你真的像毛泽东长的一颗痣 动手术啊 没关系 我不说你 但是你这样把自己的鼻子弄得那么稀有意思吗 这些我真的看得非常单疼 我觉得那些主持人真的不知难看 还不负责任 我不喜欢 所以说我看那个谭小姐 我看得非常舒服 你知道吗 就是我觉得我希望更多的中国女孩子有自信 自己是老大 那个是我的乐队 我说了算 我就在那 bomb around 我觉得很酷 这个是我想说的那些好的 说一些不好的 就是我看春晚的一些感想嘛 我觉得不好的 首先 今天的那些小品 比去年还要难看 就是我一直觉得 我所认识的中国 中国人 是一个幽默的民族 真的 就是各种语言的那种 那种玩笑啊 那种幽默啊 真的特别会讽刺啊 但是春晚的时候就是看不到 或者是看那些什么 呃 屌丝 屌丝男士或者啥 那些根本 你根本看不出中国人的那种本身的那种幽默感 因为都特别胆小 都是那种 呃 本来可能有一个点 但是呢 你还是必须得听上面的 所以那个点就变成了特别的单调 特别的那种单一就没意思了 今天的那些小品就是那种 啊 也不是所有人都是骗子呀 啊 我就看到我就觉得 哇 就是这个我都提你脸红 知道吗 真的是不好玩 也不怪你 不怪那些 那些演员 或者啥 也就 体制就这样 你能有什么幽默 呃 这些 我觉得很浪费时间 那些 呃 我们说到这个品味哈 我觉得春晚 它一直特别难看 就是从各种颜色那种效果呀 有点过了 就是那种 kitch的那种感觉 可能 红色的太多了 黄色的太多了 就是各种颜色太多了 呃 各种表演太 太丰富 丰富到那种 让你受不了那种地步 但是呢 我得说这个不是中国特色 你可能会觉得 哇 我们是一个如此 没有品味的民族 其实根本不是 我们德国有同样的那种节目 你别想太多了 真的是 就是一到元旦的时候 德国晚上会跟那些老人 因为年轻人元旦的时候 都会出去玩 对吧 所以说那些那些老人 他们会看那种 也是那种唱歌呀 表演啊 一些小评的那种 那种那种 呃 晚会 真的跟你春晚是没两样 真的是没有品味的不得了 所以说你别想太多 这个就是一种 给一些没有品味的人 看那种东西 每个国家都有 嗯 但是我还想的是 为啥春晚那么大 就是 德国的那些节目 年轻人基本上不看 我去年还看了 很多人笑我 说 为啥要看那个东西 我觉得有的时候 就像我看春晚一样的 也可以玩一下 嗯 还有一些我觉得不好的 呃 这一次春晚 确实比去年 我个人的感觉 还要政治化 这是各种 他的部队要跟你放啊 我觉得 部队 这个不是要过年吗 过年跟部队有什么关系吗 就是 其实 说白了 这个过年跟工厂的 有什么关系吗 过年不是一个 中国的一个 作为一个民族的一种传统吗 不是已经好几百年 甚至几千年吗 那么他应该比 某一个什么政党要大 他应该比某一个什么 新中国要大 不是吗 不然的话 你不是对自己文化不负责任吗 但是呢 我看那节目的时候 我就觉得 其实这个根本不是什么中国的那种过年 而是 共产党在那自嗨 就是各种给你放那种红歌呀 那种什么 没有新中国 没有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我在想啊 确实是这样 但是我都还没想好这个是好还是坏 那种红歌 我有一点很伤心 我很喜欢的那个王二尼 他也唱啊 就是 我很喜欢他的声音 他唱那些 陕北 我要推荐一下 他唱那些什么 走细口 我每一次听 我都要流泪 知道吗 真的 唱的特别好听 他的声音就附和那个 他要唱那种红歌 我真的 我很受不了 但我觉得 他要么觉得这个事对他来说是一种机会 或者是他觉得他应该那样 或者是他确实信共产党那一套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看的有点 有点不舒服 那些红歌 我觉得最好不要了 那些什么不对 我觉得最好不要了 我觉得什么 你给我们放一个毛泽东的照片啥意思 毛泽东 我不是说了吗 独裁者 害了中国文化 害了多深啊 一个杀人筐啊 你放那张照片有意思吗 放一个邓小平 中间没有给你放华国锋 什么意思 华国锋放哪去了 就是我觉得还是可以放吗 如果你非要放的话 放一个什么江泽民 放一个胡锦涛 然后放更多的习近平 我在想这个 这个有必要吗 就是我开始 为这个习近平担心 你知道吗 就是我会觉得 一个自信的一个领导 我们应该都知道 中华人民共互国的领导人 是习近平 是不是 但是呢 他一直要这样强调 我是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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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想 是不是 你党里面呢 有一些人 他们不觉得你是领导 你一直要这样强调 不然的话 如果你自信的话 你会说 我是领导 OK了 我们都知道了 你有十年的时间 然后我们再说了 不是吗 但是他这样一直强调 而且一直强调 他跟什么部队 关系特别棒 或者啥 我就开始有点担心了 所以说这一次春晚 我看那些东西 我就觉得 哎呀哎呀哎呀 我在中国 还有什么 那些机器人 他们不是有一个 特别奇怪的一个项目 就给你放了很多很多机器人 那些机器人在那儿 跳舞啊 或者啥 其实我明白 他们什么意思 就是我知道 那些机器人是中国制造的 大家很自信啊 我们是强谷 我们有自己的机器人 或者啥 我觉得那个我可以理解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从视觉来说 你没有觉得很恐怖吗 你没有觉得那些机器人 其实代表的是中国人民吗 你没有觉得好像 嗯 中国梦 我们现在都知道 它是一个 集体的梦 它不是一个个体的梦 就是美国梦 说白了就是 我 一个美国人 随便的一个 他作为一个美国人 他有一个自己的梦 这个梦 它可以去追 它可以去实现 它可以努力 它不一定达到 但是它是它的美国梦 中国梦是 跟我 或者是它 作为一个个体 没有关系的 它自己的梦 无所谓 它是一个 集体的一起的梦 我们中华 必须怎么样怎么样 那么那些机器人 在那儿跳舞的时候 我作为老雷 我看得非常不爽 我就觉得 是不是共产党将来 他给你放一个春晚 其实上面就一个习近平 下面就一堆机器人 就OK了 不需要那些演员 不需要那些 长得稍微有一点不一样的 还没有动过手术的那些演员 二十机器人就可以了 其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好 下面也都是机器人 这个说的有人过来 但是你明白我意思吗 还有一点 我还没有说到 让我最不舒服的一点 这一点真的很伤心 就是那些 少数民族的那些 那些那些片段 那些什么 蒙古包里面的一些蒙古人 在那玩啊 在那自嗨啊 在那唱歌 在那叽力乖拉 叽力乖拉 讲一些他的一些语言 就是我不怪那些人 我想有一些那些人 可能就觉得 机会就这样就这样做嘛 就配合嘛 有一些人可能真心觉得 他们应该上春晚或者啥 这个就不说了 但是我觉得整个这个形式有问题 就是让我想到了什么 让我想到了美国 消灭了他自己的那些 所谓的印第安人 不是美洲本来有一些 一些人 一些民族在那 在那生活吗 然后我们欧洲的白人 我们是1492的时候 就发现了美洲 然后很快就过去了 还带了一些非洲的一些 根本不像去那的一些黑人 带他们过去 作为奴隶吗 还是奴才 然后在那边建立了自己的一些 先是一些小州啊 然后是一个国家 把那些本来住那的那些 我们叫他们印第安人的那些人 就消灭了 其实大部分人都不在了 他们用了几个世界 把他们消灭了 现在看 很后悔 就觉得现在的我们 后现代的我们 就是已经发展到 现在这种知识的这种地步的我们 包括美国人 包括欧洲人 包括我想 包括中国人 都觉得这是一个错误 这个是一种历史悲剧 那些所谓的印第安人 他们我们不应该这样消灭他们 但是呢 那个时候 大家还没有那个意识 就觉得我们是强者 我们过去 那个地是我们 那些什么动物也是我们的 所有资源是我们 那些人就把他们消灭了 二是时机初 那些所谓的印第安人在美国 已经差不多不在了 他们也会演那种 少数民族那种角色 就是可能会上一些节目啊 或者是在一些地方表演 那个时候的美国人 他们很喜欢让他们那样表演 就是各种唱歌啊 跳舞啊 还穿他们那种民族装啊 或者啥 其实一种意义是 你看他们还没有 就是彻底被消灭 那就是说我们没有作业感 而且我们还觉得 哇好exotic 好好玩 我们看 其实它是一种悲剧 那些人差不多消灭了 剩下的那一部分 你知道他们表演 他们过去的一些 已经死过去的一些文化 其实根本没有意义 如果说你真的尊重他们的话呢 所以说 从二十世纪中 美国就慢慢放弃了这种行为 如果说你尊重他们的话呢 你给他们一些自己的地 你给他们一些自己的那种 他们可以自己养自己的那种生活方式 然后你在自己的社会当中尊重他们 他们可能是律师 他们可能是演员 他们可能确实喜欢那样调跳舞或者啥 他们可能不知道有自己公司或者啥 他们是你的社会的一部分 而不是说你就把他们放在那 让他们表演算了 春晚那个 我看到的是有点那种 中国人他很喜欢做什么吗 他很喜欢学我们西方的一些不好的东西 就是我们别说什么马克思 我们就说种族主义 别说你没有 就是我不说你个人 但是中国社会他还是会有一点那种 把人就是什么欧洲人穿的西装是好的 但是非洲人那是不好的 那种我说那种种族主义 或者是那种你是乡下的中国人 你长得比较黑比较矮双眼皮啊 或者啥 我有点看不起你 我还是希望你有点那种高富帅啊 或者啥 你不要有意思吗 那种或者是那种民族主义 或者是那种爱国 那种那种有点变态那种爱国主义 其实都是从我们那儿学的 不是你们自己的 那些不好的东西非要学 我们好的东西 比如说反思自己 或者是就是比如说反思 那个印第安律 那个问题的那种能力 就不学 就共产党会说 哎呀那些是西方的东西 什么叫法治 什么叫民主 什么叫言论自由 什么叫自我反思 那些我们不要 那是西方一套 不要 那我们还是玩那种民族主义 或者是爱国主义 这一点上 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痛苦 就是那些 像春晚那种节目 不好意思我那么啰嗦 但是这个点非常值得说 春晚如果说你真的是 56个民族 一个家 松主义那首歌对吧 如果你真的那样的话呢 每一个小屏 他都会出现一些 可能不是每一个 但是很多会出现一些 其他的民族的一些演员 他不是说他表演一个 啊我是维吾尔族人 或者啥 而是他就是一个维吾尔族人 他跟你一起演小屏 因为他属于你的家 唱歌呀 他不会给你唱一些 啊我是维吾尔族人 这种歌 而是他就是一个维吾尔族人 他就跟你一起唱歌 明白我的意思吗 而不是说 有一个主流的一个 有一点被苏联式的共产党 共产主义化的那种 呃汉族为主 然后为主 然后他说了算 然后所有其他的那些少数民族 就是有点那种配角 你看他们过他们所谓的那些传统的那种生活方式 你觉得哇好exotic 好舒服 其实他给你看的是一个 那个假的那种那种东西 这一点上 真的让我非常受不了 我们下期待的那种